大家好 我是奧玥 今天推出了一個新武器 想跟大家看看這支近距離的槍 他的樣子怎樣看都是Million 上的臭屁炮 他的標榜是他的攻擊和連射能力很強 但他的射程超短 不過他仍然有連射 就這樣看數據 都覺得會是衝到敵人 然後靈距離開炮的類型的槍 技能方面 配上冰壺炸彈 以及飛身炸彈 跳起轟落地下 其實以近身武器來說 這個大技都相當合適 另外很多人都說 體感好不好用呢 其實用得體感 你就要不斷按這個Y鍵 那我們就在這影片試一下新槍 順便試一下體感 不如我們試新槍的關係 這影片我就不剪了 直接看完整個過程 我們就來打一場 試一下體感 試一下新槍 一剪個沒有NG 開始 開始 體感控制其實有點難度 大家要多點按Y鍵 然後就可以控制 看到射了 這個槍幾下就可以射中敵人 其實體感來說 在瞄準敵人的一瞬間非常方便 但是平時的移動就比較麻煩 我自己覺得 有點弄了弄了弄 又不太想怎樣 那個按鈕呢 比較 一個難同 如果想轉180度 不斷按Y才可以轉到 有點困難 但是呢 如果以一些比較短距離的移動 大家可以看到射敵人的時候 那個槍是相當之準的 瞄準會比較容易 但是移動比較困難 這個就是體感 我自己覺得 那這個試一下飛身炸裂 這一下呢 相當之適合一個近攻武器 當你 比較難打敵人的時候 可以用一個360度的全方的攻擊 去破解敵人 然後我們試一試游地 都游得很快 因為能力都很強 但是比較近 我覺得游地能力都不錯 這把臭皮刨 都可以一用 如果是平時的 對賽的時候 但是體感呢 我自己試了一會 我自己真的不太習慣 這個體感真的有點困難 這個體感真的 他在瞄準方面是好的 但是 我很難去移動 可能我習慣了沒用體感 那這些自己小心啦 你不要跳到那麼前場 這些真的站在那裡等你 不要死 不要走 現在還是容易的 先讓它靈보� pride 我非常大 witness 各位高手球隊也太好 但我現在有點困難 瞄準方面 這個體感真的比較強 但是你看到也很和風 哇 可以輕鬆殺到這個敵人 這支槍我自己覺得真的不錯,最好的地方是他所有東西都很配合 那個冰壺當然是... 那個冰壺沒什麼機會用到,但就這樣看射擊也殺了不少人 加上我竟然是用體感也殺到人,其實這支槍... 真的不錯,其實我是否應該考慮轉一轉體感呢? 結算了,應該就OK了這一場 啊,贏了一點點,我贏了0.1% OKOK,都算贏了 啊,用體感也贏了一場,這個算是這樣 哇,殺了8個,用了兩次絕招 那這支槍我想慢慢熟習一下,可以拿到更高的分數 這支臭氣炮,可以試一試 那之後可能實況的時候再用大家試一下 但這個體感呢,我自己覺得就不太適合 我還是習慣用槍多一點,可能打Bellfield打得久了 好啦,多謝大家收看這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在直播再見啦,bye 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